23題 請算出甲乙兩彈簧的圓長各是多少公分 那我們當然我們需要看他給的實驗數據跟表格 那我們前面跟說說了 老師通常在解題的時候用的是方法叫做為他搭起有餘的橋樑 我們可以看到甲彈簧呢 他如果增加了50克重 他的生長量呢會多了4公分 那麼所謂的原來的長度 圓長就是不掛砝碼 那就是0克重 那麼增加50會增加4公分 那麼現在要減少100 那就要減少幾公分呢 就要減少8公分 所以22減8呢 答案就是14 所以呢甲彈簧的原來長度應該是14公分 那我們看到乙彈簧他呢也是一樣 他如果每增加50克重的時候呢 他會增加4公分 所以他現在呢如果不掛就是0的時候呢 就要減少75 75就是一個半的50 一個半的50 然後50再加25一個半的50 所以呢 他會減少也就一個半的4 那就是4加2就是6 所以減少6 所以呢就是40公分 所以乙彈簧的原來長度呢 就是40公分 所以由我們這個為他搭起有餘的橋樑我們可以算出來 甲的原來長度呢是14公分 乙的原來長度呢是40公分 所以呢我們的答案呢要選的是豬 甲是14公分 乙是40 10公分 că是4公分 是40公分 15公分 很費命 那是5公分 谢谢大家